我叫幽 原本是一个热衷于野营的高中生 昨天还在现代社会期待周末的轻松野营 没想到突然出了车祸 在睁眼竟然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 而且身上毫发无伤 但俗话说得好 寄来之则安之 清点随身的背包后 发现还是有用的上的东西 一条毛巾 与之便当合 必把美工刀和两瓶矿泉水 精早起来之后 简单做了一下第18套广播体操 便开始搜寻资源 出发10分钟左右 就发现了水源 清澈的溪流里有些类似虾的生物 说明这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尝了一下 清爽到足以用好和形容 布下简易的陷阱后 我找到了一处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扎营 搭建了一个人自行的庇护所 搭建完营地后来到溪流边 发现陷阱里已经有了不少的收获 是几只桶装外壳类似虾的生物 其中有两只让我感觉有种不好的感觉 就把它们放到了一边 而且这些虾的外壳非常坚硬 用石头都无法砸开 只能先用大片叶子包住放在火上烤 这样烤出来后外壳就会变脆 轻轻松松就可以包开 这一虾的口感和以往的并无不同 只是有些沙子 还有一点点腥味 不过这不比常规的野营 而是求生 能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之后我又包开了那两个 让我感觉有不好预感的虾 发现里面有些小小的黄色虾子 尝了一口明显感到不适 是中毒的反应 我心想 原来那种不好的预感是对毒素的反应 难道我拥有了特殊能力了 总之这世界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去了解 今天也开始加油探索吧 今天计划沿着河流找到一处 可以浏览山中景色的高地 要是能发现村庄那就能够脱险了 就算是没有看到村庄 确认下四周地形和生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久之后 一个树上的红色浆果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吃 随后拿起石头扔去 打落了几枚 刚要伸手去解 那种不好的预感再次洗满全身 如果这种能力真的是感知食物里的毒素 这可真就不得了了 冷不定一抬头 发现前面的灌树从上面接了一种黄色的果实 是一种完全没有见过的果子 而且没什么预感 应该是可以吃的 咬下去的那一刻 只感觉浑身充满电流 这坚果般的口感 又有和芒果接近的浓厚香气 这种组合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真好吃 我叫幽 莫名穿越到了这个异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很陌生 但对我这个爱好野营的大学生来说 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这梦幻般的世界 有太多我没见过的果实野菜 还有那些奇怪的小动物 简直就是动画片里走出来的一样 在这个地方 每一处景色都让人充满了食欲 拥有分辨毒性能力的我 即便是没有见过的军类 对我来说也是安全的食物 在求生的环境下 我的这种能力就像开了金手指 将这座完全陌生的山林 当成了家楼下的生活超市 各种各样的鲜果蔬菜 躺在货架上 等着我去采摘 只不过这个生活超市有点大 不知不觉走了很久 突然出现一种莫名被吸引的感觉 林子外的不远处的悬崖上 有一颗散发着光芒的果实 明明没有飘来任何香气 路上也没少吃东西 现在也一点都不饿 但不知为什么 就是很想吃掉它 在我的大脑做出反应前 身体已经一步一步地 向着悬崖边的果实走去 直到走到了那颗果子的旁边 我才停下脚步 这个果子近在咫尺 好像一下就能够到 我心想 如果把身体靠在树干上 再去摘果子 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立刻行动起来 我伸手向着那树干抓去 突然手上一滑 整个人向着悬崖下飞去 心中无比惊慌 天哪 不是开玩笑的吧 这不是要玩玩了吧 准确地说 这一次我真正地感受到了死亡 是这么地接近 上一世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挂了 所以这次我真切地 能感受得到死亡来临的恐惧 实在是太可笑了 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快挂了吗 如果我采取正确姿势坠落 虽然不会死 但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山林里 没有医疗器械一定是必死无疑 可恶 我还不想死啊 砰的一声 我知道自己掉了下来 但奇怪的是 除了右手有点疼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感觉 虽然是这样 但我还是伸出左手 确认下右边的胳膊有没有受伤 突然感觉什么都没有摸到 吓得我立马坐直 天哪 胳膊怎么摸不到了 我向着自己的身上看去 胳膊还在 身上散发着奇怪的红光 我试着用大拇指抠了抠食指 有硬物碰撞的声音 但完全没有痛感 就好像是有了一层看不见的外壳一样 原来如此 掉下来没有受伤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外壳 但这个能力是怎么激发的呢 我闭上眼睛去感受这散发出来的红光外壳 让意识放松下来 在睁眼时发现这红光果然消失不见了 也就是说我现在确实获得了某种新能力 坚硬的外壳 这不就像游戏角色一样了吗 如果你拥有了一种吃东西就可以获得它的能力 你会吃些什么呢 我是一个现代城市爱好野营的大学生 因为一个事故 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刚刚在摘果子的时候不小心坠落悬崖 本以为会一令呜呼 没想到身体却散发出了红光 落地后竟然一丁点伤都没有 这红光类似坚硬的外壳 而且只要集中精神就可以控制这红光显现或消失 站起身后我深吸了一口气 向着山体打了一拳 一点痛感都没有 而且山体还被垂裂了一部分 我满心欢喜 这壳比想象中的还要坚硬 我便给它取了个名字 硬质化 这时我才想起 坚硬的外壳 难道是和昨晚吃的捅虾有关吗 假设这个硬壳是捅虾的能力 那么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石头砸不碎它们的壳 而在火烤之后的捅虾无法发动能力 外壳就变得清脆一包 最终我吃掉了捅虾 获得了捅虾的能力 我心中不免一惊 这个想法完全说得通 通过进食获取生物的能力也太棒了 而且我还拥有分辨有毒食物的能力 两种组合搭配在一起 这才是吃货的最高境界啊 心中暗下决心 我要尽情地在这个世界寻微冒险 尝遍所有没有见过的植物与生物 说不定还能尝到传说中的龙肉 光是想想就充满干劲 费力爬上了悬崖之后 又走了一阵子 发现越往上走越难走 丛林里的藤蔓错综复杂 艰难地走上来 发现已经到了山顶 天也已经完全亮了 视野开阔了不少 站在山顶我向着悬崖下眺望 忍不住惊叛这里的景色 竟然这么美 比宝石还要美丽耀眼的水平线 森林也维持着最原始的状态 但还是没有文明的痕迹 不过也没有很失落 也许到山的另一边就能发现些什么 除了稍微有些孤单 但想那么多也没用 我拿过背包准备先吃点东西 虽然费了点功夫 不过还是摘到了这要命的果子 就是不知道味道会不会像外表一样有魅力 包开皮后 张开大口就咬了下去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酸 酸得我浑身打了个机灵 没有勾人的香气 没有甜味 也不像柠檬那样 只是纯粹的酸 但这拼了命才摘到的东西 再酸我也要把它吃完 真是没想到 居然是这么难以言喻的味道 一世界果然凶险 如果你拥有了一种吃东西 就可以获得它的能力 你会吃些什么呢 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 我发现这里的食物 竟然可以为我带来特殊的能力 比如吃了那个硬壳的筒虾 也让我拥有了 可以收放自如的红光外壳 但想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 不光需要食物 还需要好的生活条件 没有工具会让生存更加辛苦 从山上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尝试 做了一些简易的工具 一把简易的分叉木毛 一柄木斧 还有一个藤栏 之后我又重新收集木材 搭建了一个坚固的庇护小屋 还在里面搭好细木 铺好苔藓 做成了一个松软的小床 又在营币周围 添置了一圈围栏 和一个晾晒架 直到夜晚才忙完 不过这里倒是 越来越像一个家了 坐在篝火前 我心想如果之后 还是找不到人类的踪迹 我就把营币升级一下 搭建一个更稳固的房屋 接下来的几天 寻微冒险也在持续的进行中 有了硬质化的这个能力 一些长在危险区域的食材 也能试着采集 但是最近吃东西 并没有获得新的能力 不知道是不是食用量不足 还是获取能力有概率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虽然能够分辨食物的可食性 但好像不能精细地 分辨到卫生状况 看来有必要注意 食物的卫生问题才行 现在还不能分辨草药 一旦腹泻止不住可就惨了 一天之后腹痛缓解了 我回到那棵 有魅惑力的果树旁边 查看情况 我向着树干摸去 果然 这棵树的树皮 一直都像涂了油一般光滑 和空气湿度没什么关系 而且仔细看才能发现 这棵树的根部 一直延续到悬崖下 难怪爬上来的时候 有些藤蔓抓不住 对于不善于攀岩的生物来说 掉下去不死 也不太可能爬上来 这棵果树利用魅惑力 将猎物引诱到悬崖边 导致失足坠崖 而这些猎物 就是它的主要养分来源 从这里就能看到 下面的累累白骨 如果当时我没有获得 硬质化的能力 恐怕也已经成功成为 它们的一份子了吧 但在这棵树的周围 也会有好事发生 比如自投罗网的独角兔 在开始料理前 如果不放血的话 肉类就很容易有腥味 还要趁着内脏没有变质前 赶紧处理好 这也是我无意中发现 自己已经获得了 魅惑果实的能力 能够吸引体型较小的 食草动物 做完一切后 我暗自高兴 心想要是有研究好了 突然一惊 我好像听到了人类的声音 就在那悬崖下 很明显是遇到了危险 发生了什么事 我该不该过去帮帮那个人 如果你获得了一种 吃什么补什么的能力 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我是一名爱好野营的大学生 偶然一次事故 我来到了这个异世界 而眼前的这个少女 是我这几天第一次见到的人类 但她现在却不省人事 头部也没有明显外伤 只不过腿部有一大块红浊 虽然看起来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我怕随便移动的话 会造成二次伤害 如果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也不行 留她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就是等死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将她扛起来 带回营地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直到太阳下山她都没醒 同时也感到很好奇 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而且还是第一次见到银色头发的 虽然她的衣服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服饰 但仍然能够看出文明存在的痕迹 如果她不是穿越者 就说明这世界也有文明存在 看来必要的时候 可以考虑向村落的地方求援 回过神来 发现肉汤已经烧开了 不过这味道 却有些难以言表 很臭 虽然我早就料到了会有些奇怪的味道 但没想到会这么呛鼻 随后我将肉汤的浮沫捞出 又往里加了些茴香叶 煮上几分钟之后 改良版肉汤就算完成了 改良后的味道果然好闻了不少 两色油脂配上绿叶 看着就让人很有食欲 拿起勺子后成了一口汤 虽然不能完全去除新臭味 但还算鲜美 像牛肉又像羊肉 淡淡的盐味和一丝甘甜 如果多喝上几口的话 那一点心臭味也就慢慢习惯了 这次该轮到主角上场了 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咬了下去 没想到还挺好吃 这脂肪在口中炸开的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好好吃 不愧是货真价实的肉啊 正当我打算再来一碗时 余光一闪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不远处慢慢走来一个浑身带火 又类似狼的生物 我紧张极了 那个家伙一直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不知道想要干什么 至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遭遇过大型动物 再加上一直很忙 以至于完全放松了警惕 现在根本没有能抵御这头火狼的方法 就算拥有硬质化的能力 恐怕也无法逃掉 而且对方看上去并没有要走掉的意思 我到底该怎么办 假如你救了一个人 却挨了他的一个大逼动 你会把他怎么办 我叫幽 来自现代城市爱好野营的大学生 因为一起试过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刚刚正在干饭 突然出现了一只浑身是火的狼 把我吓得不轻 他慢慢向我走来 这不禁让我感到很疑惑 不知道他要干嘛 却万万没想到他停在了火堆前 开始吃火 惊讶地我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意识到问题后 我赶紧捂住自己的嘴 也幸好这个家伙并没有特别在意我 吃完后 这头火狼还向着我这边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我心想这家伙还真挺能吃 火都要熄灭了 看着远去的火狼 我也松了口气 幸好我不在他的食谱上 不过这也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吃火的狼 真不愧是异世界 真是太厉害了 肯定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生物在等着我 我会努力活下去的 不对 我会努力吃下去的 就在这时 虚弱的声音响起 那个女孩发出呜呜的声音 坐起身后 嘴里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看见我后明显愣了一下 我笑呵呵地问她有没有事 谁知她却惊恐地不断向后倒退 然后开始大喊大叫 我赶紧上前捂住她的嘴 这么大声 万一把野兽招来可就麻烦了 无奈地向她道歉 告诉她我并不是坏人 不用那么害怕 想让她冷静下来之后再聊 但她好像并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立即给我来了一个大逼动 然后自己坐在一边提防着我 也难怪 在这深山老林里 突然被一个陌生男子捂住嘴 换位思考一下 也就能理解她的恐惧了 其实我也没有生气 不过是语言上交流不通 我还想知道更多这一世界的事情呢 真是伤脑筋 突然她的肚子开始咕咕叫 原来是肚子饿了 我将肉汤慢慢倒进饭盒递给了她 告诉她先吃点东西 就算听不懂我的话 她也应该能够知道我并没有恶意了吧 默默接过肉汤 她的嘴角浮起一抹笑意 眼角含泪的样子还真是可爱 先是浅尝了一口 最后一饮而尽 我也尝舒了一口气 看来确实是饿坏了 吃得这么香 我在一世界救了一个小姐姐 却没想到被她扇了一巴掌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语言不通 没有办法向她了解这个神秘的世界 正当我思索该怎么办时 小姐姐的声音传来 她竟然用我能听懂的语言 对我说谢谢 我不免一愣 什么 你会说我的语言吗 看我激动的样子 小姐姐吓了一跳 我知道自己失态了 刚大的说了句不好意思 根据小姐姐所说 是因为她使用了翻译魔法 我们才能进行沟通 只不过我们的语言比较复杂 她说出来的话才会显得有些别嘴 本来我以为短期内无法交流 真没想到还有魔法这么神奇的东西 而且小姐姐的声音很好听 小姐姐又是道歉又是道谢 不过比起这个 我更担心她腿上的伤势 她说已经使用了治愈魔法 不过要完全能走路 还需要三周左右的时间 之后又是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她叫库拉拉 原本是想进山采集一些草药 却没想到在途中遇险 整整两天没吃东西 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发现了那棵魅力之树 结果没抵挡住魔物的诱惑 坠落悬崖 我问她如果我背着她 回到她的村子里这件事是否可行 库拉拉告诉我村子在山的另一边 而且山里有很多魔物 非常危险 我心想要是这样的话 就不能鲁莽行事了 山里情况复杂 就算是熟悉地形的人 也很难带着受伤的人翻山越岭 况且也不知道需要带多少补给 即使按照库拉拉的路径原路返回 也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 万一在途中发生什么意外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对付 看见我思索的样子 库拉拉的表情凝重 以为我把她当作了一个累赘 我说你不要多想 在你腿伤恢复之前 我们都会待在这里 虽然条件不怎么样 但至少是可以休养的地方 你可能是想快点回家 或者觉得和一个陌生男人独处很不安 但我还没有堕落到会向落难的女孩出手 也不会半途抛弃你 所以好好养伤 之后再一起走 哭拉拉听到这些 喜极而泣 眼角含泪的不断道谢 夜晚 我们进入到营地休息 我久久不能入睡 在多火前 她的反应明明想要获得帮助 却又不愿给别人带来麻烦 自我评价好低的样子 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这样想呢 真想在她的身边支持她 我拥有了一种吃什么补什么的能力 我要做的 就是一口一口吃到最强 自从来到异世界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有的时候也会迷茫 然而哭拉拉地出现 就像黑暗中的火光一样 照亮了一切 让我不再独自面对 所以我想守护好这温暖的火光 今天我早早地就出去搜寻食物 像彩椒一样的蔬菜 各种各样的蘑菇 像香蕉一样的果实 还有类似地瓜一样东西 虽然收集食物是以能吃为第一标准 但还是想要尝尝新的味道 正想着哪里还有没见过的蔬果 一抬头便发现了头顶满是果实 以前经过这里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呢 做好伸展运动一跃而起 如果放在现代城市 这惊人的弹跳力估计会成为运动员吧 一切都要归功于越吃越强的能力 拿起果子咬了一口 口感和外观都很像苹果 只不过不是很甜 余光一闪 突然发现了一种青色的叶子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也见到过 这种颜色在自然界很少见 闻起来也是酸酸的 而且也没什么不好的预感 应该是可以吃的 尝了一口 果然好甜 叶子特有的粗糙感摩擦着牙齿和舌头 没咬一口 清新的香味与强烈的甜味 就会在嘴里进一步扩散 身体的疲劳也会一扫而空 便摘下了一些带回去给酷拉拉 她应该会喜欢这个也说不定 打包好之后 想着索性经历还不错 便开始新的一轮探索 虽然现在找了不少食物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 但其中一样关键的东西一直都没找到 突然一愣 前方出现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大坑 不过让我惊讶的 是这大坑之中的东西 我拿起一块用舌头舔了下去 错不了 这就是炎炎 当你身处荒无人烟的野外 你最想获得什么能力 我是来自现代城市的大学生 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故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 我拥有了可以分辨食物 是否可以食用的能力 而今天我也获得了 烹饪食物最重要的材料 炎炎 在山里能找到炎炎矿场 实在是幸运 便准备多带回去一些 省了之后再来回跑 不经意地向旁边贴了一眼 发现炎炎上的小黑点动了一下 我来到旁边拽下来一个 原来是卷背 但这不禁让我感到疑惑 长在炎炎上的卷背 还是头一次见 地球上的软体动物 遇到炎都会脱水而亡 这些小东西却可以生存在这里 是因为构造和地球生物不同吗 不过没有毒的话就是可以食用 摘下来一些放进饭盒里 省得它们在背包里乱窜 没想到这一趟出来收获这么多 今天晚上可以做出丰盛的一餐了 回到营地 还有人等自己回家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把背包放下 拿出今天丰盛的晚餐食材 虽然不知道这些好不好吃 但我能分辨食物有没有毒 突然酷拉拉一惊 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我问他怎么了 只见他慢慢拿起那个绿叶说道 这个东西叫做魔素草 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看着酷拉拉的样子 好像是个不得了的东西 酷拉拉说有这些魔素草 完全足够一家人生活半年的了 听到这话 我也感到无比震惊 放在原本的世界 普通家庭半年开支 怎么也得好几万 这里的叶子也就十片左右 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要好几千 看出我的疑惑 酷拉拉向我解释 说这个叶子和它的名字一样 蕴含着大量魔素 魔素是魔力的元素 吃了它能够加快魔力的恢复 因此魔素草对于魔法师来说 是很重要的叶子 用叶子煮出来的汁水 就是恢复魔力的药水 但是有一种毒草和魔素草很像 而且魔素草又能感知到魔力 隐移在草丛中 再加上本来它们的数量就很稀少 所以这东西极为珍贵 说完还不忘向我夸赞 看着手里的绿叶 我也没想到这玩意这么稀有 感知到魔力变色隐身也算是一种凝密状态吧 能找到它们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能力 我拿起叶子递给了酷拉拉 既然难得 心想也得让它尝尝 对恢复魔力也有帮助 谁知酷拉拉竟然又开始自我怀疑 贬低自己 说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它这种人吃真的好吗 我郑重其事地对它说 不要这么贬低自己 你的出现也给我带来了希望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开始做饭 这个就当做是饭后的甜点吧 在荒野来上一顿烧烤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叫幽 来自现代城市的野营爱好者 因为车会儿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后来又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今天找寻食物时 竟然发现了盐矿 索性就做一顿烧烤 来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而这个东西叫做盐卷 根据酷拉拉所说 这东西一般被猎人当作为下韭菜 连可以起烤 本身就带有咸味 也不需要调味 但也有些人蘸鱼酱吃 所谓的鱼酱 就是将鱼或虾进到盐水里 让鱼的内脏发酵分解蛋白质 等待数月之后 过滤掉杂质就可以食用了 做烧烤的第一步 先将一些细枝前段削尖 再洗净食材 切成合适的大小 接着用木签把切好的食材串上 为了方便烧烤 篝火也需要改良 利用石板烧烤避免把食材烤焦 再烧至一锅热水 将卷被烤串放在石板上制烤 时不时翻面 等一旁的水烧开之后 撒上一些盐 山珍套餐就完成了 闻起来的味道也是相当不错 俗话说得好 吃涮之前先喝汤 香得两眼泪汪汪 库拉拉浅尝一口 直呼好喝 蘑菇特有的鲜味 融入汤汁非常顺口 肉串更是十分脆爽 虽然调料只有盐 但配上彩椒本身的烟熏味 反而有了别致的味道 最期待的就是卷被 用小树枝插入壳中搅一搅 就能轻松将被肉带出 这种Q弹的感觉 让人忍不住想要多咬几次 美味 真是美味 这顿饭吃得我们很饱 最后的地瓜软糯香甜 让库拉拉不断夸赞 吃完饭后 甜点是少不了的 我拿出了让库拉拉 视为珍宝的魔素草 看着它享受的样子 我也感到很开心 如果把这个煮成糖浆 再配合水果一起煮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做成果酱 我看向库拉拉 发现它的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我心想可能是因为认知偏差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能够交流 也是因为库拉拉使用了翻译魔法 思索片刻 便想向库拉拉问道 关于这个世界的事 听我叫她老师 库拉拉也是感到很兴奋 不知道为什么会兴奋 之后我们便开始了彻夜长谈 直至疲倦 如果你和一个受伤的女孩 在野外碰到了凶猛野兽 你会选择丢下她逃跑 还是奋起反击 这是我和她相遇的第三天 在这期间我也在不断地学习魔法 通过闲聊中加上学习文化的内容 就能进一步理解彼此之间的微妙差异了 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文化差异 库拉拉也变得太朗了许多 我突然想起 既然治疗伤口需要使用魔法 那同时在进行翻译魔法的话 是不是会很大的消耗魔力 库拉拉则是告诉我 翻译魔法在魂的最外一层 只是稍微排列一下要说出口的语言 几乎是不消耗任何魔法的 而且这段时间又吃了很多带有魔力的食物 所以现在魔力也很充足 我笑到那就好 其实简单来说 治疗魔法相当于现代城市的医生的职务 只不过在这里不需要用到任何器具 也正是因为如此 治疗师在这个世界有着相当高的门槛 专门学习治疗魔法的二三十岁魔法师 经过长期的学习之后 仅仅只能修复小伤口 能在短短两周内把重伤骨折的腿治好 说明库拉拉使用的治疗术已经是高等魔法了 这么说来 库拉拉算得上是很优秀了 就在这时 库拉拉叫了我一声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身后 只见一头类似鹿的生物突然出现 慢慢向着我们的方向走来 库拉拉惊讶地大喊 是迪埃里克 被称为山中之王的残暴野兽 有好多猎人都被他袭击过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紧 这扑面而来的杀意 打不过就只能逃了 但是库拉拉现在还不能站起来 就算我抱着他逃跑也逃不过这个凶兽的 难道要丢下他吗 我默默拿起石斧 站起身向着一个方向狂奔 只能这样啊 边跑边向着凶兽大喊 我在这 跟我来啊 这凶兽顿时间被我的声音吸引住 开始疯狂地追逐 虽然很可怕 但我没有办法做到 扔下库拉拉自己一个人逃走的事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提早开启硬质化的能力是必须的 就在被追上的那一刻 我急速闪身 躲过了他的撞击 我心中一醒 能躲过去 就连微小的变动都能看见 要看出凶兽的动向也不是什么难题 因为他的体型太大无法及时转向 以我现在的体能和动态势力 要躲过去确实很简单 虽然说现在逃跑没问题 但要怎么战胜他呢 看他那对锋利的大脚还发着光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能力 这凶兽在地上不断摩擦踩踏着前提 再做准备动作 下一波冲击要来了 坚硬的大宝剑 你值得拥有 刚刚正和妹子聊着天 突然出现一只凶兽疯狂地追着我跑 躲过他的撞击之后 这头鹿的脚开始发光 哭啦啦提醒我他开启了聚能冲 只见这头凶兽急速向我冲来 速度快了三倍不止 我奋力一跃 躲开了他的攻击 我快速寻找着周围 可以用来限制他行动的地方 看到一棵粗壮的大树 便有了主意 来到大树前等着他的下一次撞击 没错 我要他自投螺网 就在即将撞上来的一刹 我闪身躲过 那发光的大脚一下便插入到了树中 随后我拿起石斧劈了过去 却没想到石斧竟然碎了 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一把大剑突然飞了过来 一道声音响起 让我用这个杀掉他 拿起宝剑手起刀落 只听咔嚓一声 那头凶兽已经伸手一触 终于杀掉了 我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实在太累了 双腿发软 完全站不起来 突然想起手中的这把剑 环顾四周开始寻找剑的主人 这是旁边的丛林中发出沙沙的声响 一个修道打扮的少女走了出来 看样子像个初中生 就算穿上增高鞋也不会超过一米五 服饰非常华丽 完全不像山民庄树 我向他打了声招呼 还没等我话说完 这小女孩扑通一下就趴在了地上 我赶紧跑了过去看看有没有事 来到身边 只听到他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肚子 好啊 然后一下就晕了过去 随后我把他背回了营地 酷拉拉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我 我把刚刚发生的事讲给了酷拉拉 让他照顾一下这个女孩 我则是去处理那个迪埃里克的肉 酷拉拉叫住我 说很担忧我的身体 激烈战斗之后应该好好休息才行 我让他放心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现在没有危险了 而且那些肉不处理等坏掉就太可惜了 之后我便来到了河边处理肉 放屑的时候着实费了不少劲 就是委屈了这把宝剑了 为了不失礼 我还是把宝剑洗了一下 从迪埃里克身上取得的肉量非常大 就算三个人消耗也会吃很久 于是我把肉分成了两份 一部分切成肉条储备 一部分是今天的大餐 洗好腿部的肉 接下来就是准备烤制了 因为腿肉的体积大 为了能更入味 需要把腿肉从中间切开 然后均匀地抹上盐盐 参考较花鸡的做法 把腿肉加层填满蔬菜馅料 然后再用带有清香的叶子包住 最后为了防止食材被烤焦 用黄泥在最外面敷上一层保护壳 把准备好的腿肉放进火坑内 烤制四小时左右 然后另一边在石板上 放一张藤条编织的烤网 制作肉干 光是闻到味道就有些受不了了呢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了 这样等他们醒来就能饱餐一顿了 恐惧和疲劳也能得到缓解了 在野外来上一顿焖烤腿肉 是种什么体验 来到这个异世界这么多天 终于吃上一顿带肉的豪华大餐了 在等待熏烤的过程中 我累到睡着了 幸好酷拉拉及时把我叫醒 要不然再过一会肉都烤焦了 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把埋在火坑里的酵花肉拿了出来 拿起石头将烤硬的泥团砸开 慢慢解开包裹腿肉的叶子 香味瞬间扑面而来 肆意在营地的每个角落 酷拉拉说那个女孩一直都没有醒 索性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享用这个美食 等那个女孩醒了 我们也还有很多 完全足够我们三人吃了 肉质软嫩 轻轻一加就能撕下来 我加了一口放进嘴里 完全没有瘦肉的腥臭味 反倒是被叶子锁住了最精华的油脂 还有一丝甘甜 盐的调味加上配菜的清香 就算是一大块放进嘴里也不会腻 被久违的脂肪包围着 仿佛身体的空缺都被填补 这紧实的肉质 每咬一口都让人感叹生命的精华 就连配菜都吸饱了肉质 比原来更加鲜香可口 让人温暖又满足 不过也让人奇怪 按理说越强壮的凶兽 鸡肉的筋肉应该会越多 但这肉质却异常软嫩 酷拉拉向我解释 魔力就是一切的源泉 拥有魔力的魔物都很好吃 越强的魔物拥有的魔力就越多 也就越好吃 变强之后 被其他魔物猎食的风险也会降低 听到这个结果 我也是浑身充满了干劲 越强的魔物越美味 没有比这更浪漫的法则了 突然 身边响起了一道声音 是肉的味道 这里是哪里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酷拉拉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那个晕倒的女孩 非常抱歉地向着我们要了口肉吃 酷拉拉直接夹起一块放进她的嘴里 好吃到棒 我站起身告诉她快入座 我们边吃饭边做自我介绍 本来这些肉也有你的一份 本以为这只是简单的荒野求生 没想到有传说中的龙真的存在 这个女孩叫做卡迪亚 是一位神殿骑士 听到神殿骑士这个称呼 我和酷拉拉都是感到很惊讶 我惊讶的是 在这个异世界竟然有圣殿骑士这个称谓官职 酷拉拉惊讶的 则是没想到这个女孩竟然是圣殿骑士 之后向我解释 神殿骑士是侍奉神灵 在各地帮助别人的人 很多人都接受过他们的帮助 非常值得信用 我是因为出生在很偏远的地方 信息闭塞 对这边还不了解 随后酷拉拉又向卡迪亚问了个问题 那就是年龄 据酷拉拉所知 成为圣殿骑士是必须要达到18岁才可以 卡迪亚感到无比尴尬 自嘲地说道 很震惊吧 确实必须达到18岁以上才可以应征圣殿骑士 但我已经19岁了 人们听到我是圣殿骑士都会很震惊 我也习惯了 我知道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 酷拉拉听到急忙道歉 看卡迪亚的样子 我心想这是问到雷区了呀 之后我和酷拉拉开始介绍自己 问卡迪亚为什么会自己一个人出现在这里 卡迪亚威威道来 一天突然接收到骑士团的命令 来这里调查一件事 有人报告在这里看到了某种东西 那就是龙 我顿时感觉惊讶无比 竟然真的有龙 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存在 有时候是抢走公主的怪物 有时是沉睡千年苏醒后支配世界 不管哪一种龙都是压倒性的存在 而卡迪亚来到山里 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的真伪 只是万万没想到会遇险 还差点饿死 作为骑士 卡迪亚的战斗能力很强 但用地球上的话说 他就像是城里的孩子 一点生存技能没有 能击倒魔物 不知怎么走出山路 不知道魔物能不能吃 也不知道该怎么吃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独自徘徊 之后我提议让卡迪亚先跟着我们 我们共犯 卡迪亚负责当保镖 接下来的日子里 希望我们可以互爱互助 这个小萝莉想干嘛 真是让我羞红了脸 就在刚刚 我和卡迪亚来到了海边 看见大海我无比兴奋 准确地说 我兴奋的是海里的生物 于是我快速将衣服脱下 慢慢下水 这海水稍有些冰凉 卡迪亚这时说道 这里和极圈完全不一样 所谓的极圈 就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 比如极度寒冷炎热 或者湿气广布 常年干旱等等的特殊地区 而在极圈中 又生活着一些强大魔物 所以很危险 这里的极圈 和地球的南北极完全不同 我问卡迪亚 既然极圈有强大的魔物 是不是就代表着它们很好吃 卡迪亚一脸问号 没想到我会问这种问题 不过还是回答了我 说确实听说有很多冒险者 会因为美食进发极圈 但大部分的人都因此丢掉了性命 我暗自一喜 真是太好了 果然越强大的魔物就越美味 可以的话真想去看看 卡迪亚也是干尽满满 开工吧 我一回头 却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这个丫头竟然把外衣脱掉了 身为圣殿骑士的卡迪亚 毕竟是深归大小姐 和同龄异性只限于对话 所以也欠缺这方面的常识 我捂着羞红的脸 让自己冷静下来 而卡迪亚也意识到了不对 扑通一下就跳进来海里 我还傻傻地站在原地 心想还是不要想多余的事了 我也要快点跟上 一下扎进海里后 冰凉的感觉洗满全身 恰到好处的冰凉 让脑子立刻就冷静了下来 而这海底也和地球全然不同 虽然说潜水区都会有些光照 但像这样充满着祥和光芒的海蓝色 好像在蓝宝石中摇晃一样 荒野求生的时候在大海中捕鱼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这个异世界 鱼群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游荡 完全没有警惕心 从形状上看 和地球的鱼也没有什么它大区别 只不过颜色更加斑斓 气很大 这是一个胖乎乎的鱼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虽然说提前准备好了鱼叉 但还是本着保留新鲜度的目的 用手去抓比较好 可谁知道当我靠近那一刻 这怪鱼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 这个声音耳膜都像要破的一般 为了安全着想 我急忙向海面游去 出水之后 耳膜还是一阵嗡嗡作响 但听力应该没有受损 这时卡蒂亚也游了出来 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那个怪鱼的事情告诉了她 卡蒂亚思索了一下 说好像听说过这种鱼 这种鱼叫做钵鱼 有着类似气囊的特殊器官 在感受到危险时会快速吸水使身体膨胀 同时发成巨大的声音来恐吓捕食者 听到这些 我也是没想到还会有这种鱼 总觉得这个特殊器官的味道会很好吃 可惜让它逃走嘛 重振旗鼓 让我们再去抓一些其他的鱼吧 这次不能大意了 突然鱼光看到一条鱼 颜色什么的倒是很普通 但连怎么像被打扁了一样 一副苦瓜脸 这模样让我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难道这是它的生存策略吗 这一次 不能再失手了 我拿起鱼叉跃跃欲试 就在这时 那条鱼开始喷射气体 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毒物质 但反应过来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是空气 是将细小气泡一起喷出 以混淆视线 我抄起鱼叉扔了过去 命中目标 想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使用鱼叉 没想到这么顺手 经过一早上的奋斗 我和卡迪亚一共抓了三条鱼 回到营地之后 通过库拉拉我才知道 这个鱼原来叫做巴布林 虽然味道很淡 但经过烤制之后却很好吃 因为胆子小 所以在感受到危险时 会把自己隐藏在泡泡里 快速逃走 这让我忍不住惊叹 这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在异世界制作鱼丸 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异世界 大海捕鱼 我问库拉拉除了烤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制作方法 库拉拉告诉我还可以油炸 但是油炸的话 鱼肉就会吸满了油 或者也可以争着吃 我思索了一下 如果按照我的方式 可能会有些冒险 但卡迪亚和库拉拉却说没有关系 让我放心大胆的是 既然如此 那就先试试看吧 随后我来到河边开始处理 首先降鳞片处理干净 接下来就是清理鱼的脏气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 这鱼的结构和地球上的倒是差不多 不过鱼鳃却很大 气泡应该就是从这里喷射出来的吧 轻轻扒开鱼鳃 发现里面还有一层能够闭合的小孔 油炸的时候难吃 应该就是这些孔吸住了油 过了一段时间后 两条去骨去皮的鱼就已经处理好了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条了 但最后一条鱼却给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 打开腹枪之后 发现里面竟然出现了寄生虫 不禁感叹 原来异世界也有寄生生态 卡迪亚这时也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赶紧向她解释 确实有些地方不能食用 但只要把不能食用的地方处理好就可以了 听到我说这话她也松了一口气 我心想毕竟这是第一次亲手捕捉食物 如果告诉她肉里有虫子的话 会很难接受吧 不过卡迪亚居然也能感知到食物的异常 是因为歧视才有的敏锐吗 毕竟食用瘦肉的时候 寄生虫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能够察觉到这点 就能更安全地吃肉了 不大一会鱼肉就处理完成了 首先是反复切剁锤打鱼肉 这样可以让鱼肉更有弹性 打出来的鱼丸会更好吃 由于缺乏精致淀粉 只能把可食用的薯类和豆子研磨成粉 再将之前探索中找到的野山浆和野葱剁碎用以调味 之后把鱼肉薯粉和葱姜混到一起 打入鸟蛋加点盐再搅拌均匀 这样鱼丸就制作完成了 剩下的鱼肉做点什么好呢 在一届制作生鱼片蘸辣根 把两个小美女都吓坏了 刚刚做好鱼丸汤之后 我故作神秘地慢慢拿出了生鱼片 满怀期待的两人还以为我要拿出什么新奇菜品 结果看到是生鱼片 不禁大惊失色 直呼是不是还没有做完 会不会吃坏肚子 把我问的也是一愣 但仔细想想 在剑与魔法的世界背景下 这里的社会水平应该是比较贴近中世纪的 从库拉拉和卡迪亚的装束 以及聊天中提到的宗教体系也能佐证这一点 在卫生与科学技术并不是很超前的世界 吃鱼标准本来就很高 如果不加以说明直接端出生肉 却是无法被理解 只考虑摆盘会受女生们喜欢还是太草率 随后我向两人道了生歉 没有考虑到饮食差异的问题 没办法 只能他们和鱼丸汤 我来把这个美食消灭掉了 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 吓得他们两人急忙阻止 但已经晚了 柑橘的香味伴随着类似大蒜的香气 完全尝不出腥味 海的芳香坐镇其中 咬碎鱼肉之后 淡淡的鲜味渗透出来 淡着少许的甜味 将美味提升了一个度 让我忍不住感叹真好吃 他们两个人见我吃得这么香 便也有了试一试的想法 虽然还是很害怕 吃下去之后 两人都忍不住发出了呜的声音 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是很好吃的惊呼声 酷拉拉是万万没想到生鱼片会这么好吃 就算是以前饿肚子也是绝对不会吃生鱼的 我向他解释 是因为调料中的果油 来自之前发现的格力卡果实 那种果实很接近柑橘类 虽然没有辣味 但有着类似大蒜的香气 可以去除鱼腥味 还可以提鲜 这时酷拉拉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营养到底是什么意思 索性趁着吃饭 我就给他们两人讲了一个故事 在一个冰冻严酷的环境下 一只探险队不慎欲险 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食材 是生活在厚厚冰层下的海域 然而 除了当地的导游 他们都患上了一种病死去了 他们的皮肤和黏膜开始出血 牙齿开始松动掉落 变成鬼一般的模样 引起这个悲剧的是由于缺乏维生素C而导致的可怕疾病 坏血病 一觉醒来 我发现自己轻轻一跳竟然和大树一样高 只因为我获得了一种吃什么补什么的能力 昨晚吃饭的时候 我给酷拉拉他们两人讲了个故事 除了导游之外 引起整治探险队死亡的罪魁祸首 就是坏血病 只有导游一个人活下来 也是因为导游是生吃鱼 生鱼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不光鱼肉里有维生素C 其他的食材里也有 但维生素C很容易被破坏 用盐腌制和空气接触都会造成维生素C的流失 正是因为加热 鱼肉里的维生素C才会大量流失 探险队的队员没有生吃鱼肉的习惯 都会烹饪 长期无法摄入维生素C导致队员患上坏血病 所以最后只有导游一个人活了下来 听完这个故事后 两人对于吃生鱼也没有那么大的抵触心理了 该收拾收拾睡觉了 晚安 妈了吧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晚安马卡巴卡 第二天 我很早就起来了 轻轻一跳 发现自己竟然跳了十米高 我越来越不像正常人了 力气和硬质化的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打碎一块巨石也不费什么力气 在异世界吃的食物都转换成了我的力量 如果就这样回地球 能成为地表最强生物吧 或许会把我抓去做研究也说不定 不过也不是所有能力都有用 比如巴布林的泡泡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技能到底有什么用 就在这时卡迪亚找到了我 说酷拉拉的伤势大概还有两三天就可以完成治疗了 叫我回营地聊聊接下来的事 回到营地之后 我看了看酷拉拉的伤势 恢复速度很快 一回头却发现卡迪亚睡着了 颜色也很不好 我假装生气地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们 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提前说 在山里生病不是什么好事 换个严肃的说法 如果现在什么都不说的话 导致情况变严重是真的会给别人添麻烦的 卡迪亚叹了口气说道 因为只是单纯的睡眠不足 所以没想麻烦大家 而导致自己睡不着的原因 也让我感到一个头两个大 在荒野中搭建一间屋子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就在刚刚我们才得知 卡迪亚原来是因为虫子才睡不着觉 我一听原来是这种事 也松了一口气 这种事情太好办了 只需要提升一下住宿环境就好了吗 正好食材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今天还有不少时间 可以去收集材料 我跟卡迪亚负责收集材料 酷拉拉负责看家 而我们来到不远处寻找一种宽厚的叶子 卡迪亚惊讶地问我 用现在的工具就能建造房子吗 我说建房子肯定是能建的 但肯定不会太豪华 还要收集一些细软树枝 我告诉他收集好之后就直接回营地了 建造这种小屋不需要太粗壮的树干 像这样的坚硬细长的木料 更合适用来当建材 而我这个重新做的石斧 比之前更加结实 加上力量增强 干起活来轻松了不少 虽然森林很茂盛 但我还是只砍了一些就收手了 木头砍完之后 就剩下了藤条 收集素材本身就不是什么难事 麻烦的是之后要如何把材料带回营地 终于 拖着沉重的木材回到了营地 幸好聪明的我提前坐了一个小拖车 而卡迪亚也在短短的时间内 收集到了30多片大叶子 我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这是库拉拉不好意思的问 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帮忙的 为了不让库拉拉多想 我便让他把叶子递过来 之后我告诉他们 像这样的叶子虽然也能用 但最好是稍微加工一下 处理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顺着纹理撕成小片就可以了 但是要小心不要划伤手 等叶子撕完体力应该就能恢复了 为了塔迪亚能好好休息 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房子造好吧 的话 像这样一个人供收摄嗨